垃圾打王是垃圾行人 整体涂装配色和常规的垃圾行人基本一致 他的体型非常健壮 头部有垃圾行人的特征 同时也保持了传世隔板的样式 他的武器和常规武器不同 类似挖掘机的造型显得格外别致 小臂外侧还要类似铁链的刻画 除此之外全身并没有更多的装饰 直接来看变形过程 翻起脚掌 还挺双臂 旋转小臂 和肩膀锁令 旋转手掌 收起头部 翻起背包 翻起侧裙甲 旋转腰部 把双臂后翻 左右结合 锁定双腿 解锁胸口 向后翻起 把车尾锁定 裙甲后翻 锁定卡扣 翻起车头 锁定卡扣 安装武器 把尾部下翻 玩具变形非常简单 是绝对标准的低零下儿童玩具的常规设计 伪装形态比较像0895车 车身流线也有比较好看的比例 变形并不是它的重点 玩具的特点是能和其他垃圾行人合体 至于合体出来是个什么玩意儿 全靠个人的想象力和创意 直接来看合体过程 其实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形态 我也是参考了老外的视频来组合这几个垃圾行人 他们身上的插控很多 能拆卸的配件也很多 所以就让合体有了无限的可能性 而且有条件的话可以多买几个 最后究竟能组合成什么东西 那就全靠自己的实力了 反正我不买 看照网上的视频 我就照乎画表 团出来这么个东西 相信大部分人不会买俩防重杆 只为了最终的合体 不知道是不是中奖合体后的稳定性 非成一般多半也只能勉强站立 至于合体以后 这个东西好不好看 还有它到底是什么 全靠大家自己定义 拍吧 该谁了 感谢观看